终于要和你喜欢的男生一起出去约会了 你现在是不是非常的兴奋 但是又非常的紧张 生怕一不小心 让男生对你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了 所以现在我就要来跟你们分享 第一次约会 你应该要做的七件事情 哈喽大家好 我是野蛮女友信红 上一支影片跟你们分享过了 如何成功的约到你心仪的男生 今天就要来跟你们分享 第一次约会 你应该要做的七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外表的打扮 外表的打扮呢 是非常的基本 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哦 在跟他出去约会之前呢 一定要做一个适当的打扮 化妆可以让你提升自己的自信 在男生面前看起来更加漂亮 但是记得化一个淡妆就好 如果你真的没有信心的化妆的话 那么就直接不化妆就好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穿着要打扮要干净 衣服最好穿一个素色的颜色 因为你还不确定男生到底喜欢的是什么类型 所以呢 素色的衣服呢 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另外呢 也可以在你身上放一点清淡的香水味 这样当男生靠近你的时候呢 就会闻到你身上非常香的味道 然后更加容易的被你吸引到哦 第二个就是要准时 不要迟到 准时呢 是一种美德 也是一种礼貌 你不想要第一次约会 就让他看到你其实是一个不准时的人吧 而且你不准时呢 也代表你不尊重他人的时间 代表你不尊重他 就会对他大大的扣分 除非呢 你当天是遇到的一些情况 必不得已是要迟到的话 那么也要记得提前通知他一生 不然在他心里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你就不会有第二次约会咯 第三个你可以自备一点小礼物给他 如果呢 你们是一起去运动的话 那你就可以带一点运动饮料啊 还是一点小点心啊 一些水果啊 放在你的包包里面 这样子呢 就能体现你是一个体贴细心的女生 可以在他的心里面加很多分哦 第四个就是要自然的言语谈吐 男生呢 都不喜欢做做的女生 他们会更加喜欢自然的开朗的女生 所以呢 你就只需要做你自己 不需要特地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力呢 而去撒娇还是变成喋喋声 这样呢 反正会让他对你有一些反感 只要呢 你有礼貌 谈吐优雅 说话不要大喊大叫的就好了 另外呢 也要多加微笑 就像我之前的影片里面分享过的 微笑呢 可以让你提升自己的魅力 让你在男生面前更加的有吸引力 然后呢 也可以让你对面的那个男生啊 放松他的心情 毕竟他也是第一次跟你约会嘛 放松心情之后呢 你们的约会就可以更加的愉悦啦 第五件事情就是要沟通 沟通呢 就是你们约会本来最主要的目的嘛 所以呢 出出外面的时候呢 不要一直顾着滑手机啊 记得要跟你对面的那个男生 多多的交流哦 说话的时候呢 最基本一定要看着对方的眼睛 或者他的脸 这样子呢 才可以让你们达到更加深层的心灵沟通哦 第一次约会嘛 通常女生都会很害羞对吗 但是别担心 害羞其实也是可以加婚哦 男生其实会比较喜欢害羞的女生 他们会觉得这样子非常可爱 而且不做作 但是害羞归害羞 不要因为太过的害羞 而内向不敢开口说话 适时的回应男生的聊天呢 才是一个好的沟通 也不会让他觉得尴尬哦 但是也不要像见闺蜜这样 喋喋不休的一直讲话 太多话的女生反而会让男生反感的呢 第六个就是 别急着有肢体上的接触 注意呢 男生是不是有一些吃豆腐的行为呢 因为身为女生 我们最主要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 才第一次跟他出去约会 还不够了解那个男生 千万不要献出你自己的身体哦 不要去他的家 也不要邀他去你的家 就算发展的最好呢 也顶多一个牵手就好 不要以为你自己付吃的越多啊 男生就会越喜欢你 那个才是渣男的特征的 所以呢 女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呢 才能受到男生的尊重哦 第七个就是金钱的问题了 到底应该要AA制还是要给男生付钱呢 其实呢 我就建议在还没有成为正式的情侣之前呢 最好就是AA制 首先男生都会主动的想请你 但是呢你可以提出你们一起AA制的这个方案 告诉他说没有关系我自己来 就算呢最后他还是坚持的想要帮你付钱的话 那没关系你就让他去付吧 等到下一个活动的时候呢 比如你们去看戏还是买饮料啊 那你就可以主动的先去付钱 这样子呢男生就会相信 你其实不是一个拜金女 也不是因为金钱什么的才跟他在一起 懂得体谅懂得独立的女生呢 男生才会更加的欣赏哦 总结来说呢 第一次约会啊做自己就好 放松你的心情 放下你的顾虑 这样子才能更自然的表现你自己的优点 在男生面前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约会呢就是让你们可以面对面沟通 更加容易的了解对方 更加容易清楚对方的人为 所以如果呢第一次约会非常的成功 那么可以直接约好下一次再去约会 但是如果呢第一次约会你发现 其实他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 其实他不是你喜欢的类型的话 那么也不用担心 至少你是了解到了 你不喜欢这个男生 所以就早点结束 避免浪费更多的时间吧 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给我点赞还有分享出去 也要记得关注我 打开小铃铛 我每个星期都会上载新影片哦 我们下次再见 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